我們希望直跟民主 直跟民主 民主香港 民主香港 民主中國 民主中國 在政府 中大高層 和民間角力超過一星期之後 新民主女神像最後都順利在落 在中文大學校園 香港市民隨著這陣鼓舞聲鐘 度過了六四二十一週年晚上 六四二十一週年 曲中人未散 怎樣傳承八九民運精神的討論 剛剛才開始 反特權青年所設計的民主女神像 是拿著把關刀 而不是拿著火具 就是要將民主女神像這個形象 香港人有切身感受的象徵 過去二十一年來 民主女神給人的感覺 香港都純粹是六四事件 當時被人推倒了 整爛了 做一些很香港本土的形象出來 這樣令到香港市民覺得 民主是我們的事 民主女神 都是我們的民主女神 不是其他人的民主女神 不會令到他成為一個花瓶 或者純粹成為一個圖騰 可樂 同一班朋友 成立民間組織 八十後反特權青年 他說 不少爭取民主自由的香港人情操 和八九民運時提倡的 反官倒 反特權精神 一默相承 於是 設計了香港版新民主女神傳單 在六四晚派發 遇到民女被奪事件 令他有好心感受 我覺得整件事 由民主女神被香港政府搶走 去到六四二十一周年晚會 仍然有十五萬個市民參加 我覺得是幾峰迴路轉 亦都幾出人意料 新民主女神 之前在美國 就擺了一段時間 就是本身這個民主女神擺在美國 純粹真是悼念六四事件 但是來到香港之後 那些市民誓死要保衛民主女神 甚至想過要圍警署 去拿回我們的民主女神 這件事就在當刻 已經出現了根本的轉變 就是這個民主女神 已經不再是悼念 六四悼念活動 在香港舉辦了二十一年 今年警方罕有感 以未申請娛樂牌照為理由 檢照民主女神像 加上中大校方 以政治中立為理由 拒絕學生在校園 擺放神像 兩件事好像 在香港人的集體傷口灑一把炎 中國武 內容始終一把 悲傷又有 還有我感覺到今年多了很多人 今年特別是打壓太嚴重 我堅持每一年都會這樣來 當天我看著電視 親眼目睹在天安門廣場發聲的事件 簡直是人間慘劇 雙感裡面有激昂 正如現在台上播唱的歌曲一樣 雙感固然是有 但是你不可以長期都是這樣 你要給力量自己去延續那幫學生想做的事 這才是個目標 我們不想回憶 未敢忘記的日子 1989年6月4日 屠殺手無寸鐵的學生 和人民 我雖然已經79歲 而且患上難病 但是 我也 只要活著一段 都和大家 手牽手 兼兵結 走到目的地 提起八九年民運 很多香港人會記得六四屠城事件 這個悲傷的結局 但Meng Kun和他的同學 就選擇從另一個角度 紀念這段歷史 有天長 但未唱 所以我做的 可遇 我做的 我做的 現在好像 師父母的做法 只是太 著眼於你死了 然後很多人死 然後死的時候怎樣 不應該只是去悼念 太著眼這個悲痛 而沒有想到之前的時候 他們其實是 很有力量地在街上 一起集會的時候 我覺得六四不應該叫六四 其實整場是一場八九的學運 就是 大部分人 就把那件事 焦點在一個 六月四到凌晨的屠城事件 而這個只是結果 並不是原因 其實整個八九學運 是有很多 學生搞運動的 很精彩的一些片段 很多人是忽略了 遺忘了 當時 中國的大學生 國家腐敗的不滿 很痛心 勇敢地站出來 去講自己心目中 對於 譬如政府 或者國家的訴求不滿 異見之旅的話 我相信 在這個時代 是真的可以有一場 新的學運走出來 悼念死者是一件正確的事 但是 不應該 去 為了 因為六四這一天 有很多學生死了 又去維園點一枝蠟燭 過一晚 去悼念 他們當時的 一些叫做 所謂維園的事 都還未實現 到現在 有很多學生 是自發出來的 但最後的結局 就是被坦達車 被軍隊 被槍炮 所粉碎了 屠殺這個鎮壓 慘劇 這是整個事的核心 這麼多萬人的集會 其實今天來到 最重要的是 一個象徵的意義 前瞻的看中國 我們一直都在做的 不過今天 到六四的時候 大家從一些感性的角度 去看回當年學生 那種犧牲的精神 和整個民運 悲壯的一頁 這點都是重要的 香港人經常記起 無忘六四這句口號 但是 對於整個發生了 五十幾天的八九民運過程 究竟 我們又遺忘了些什麼呢 這段歷史 除了悲痛 又有沒有希望元素在裡面呢 如果要對於愛國 只有愛國運動 要採取鎮壓的話 那這政府就是太腐敗了 你會不會怎麼做呢 我們竟然知道 跌波打幕跌不罷休 你可能不是共產黨 不是真正的共產黨 它是個 它根本就不代表人民的利益 在香港 甚至應該是 更加投身在中國的民主運動 我都 這個就有堅持的立場 還有就是 代表 就是 在恆麗那裡之後 就這樣 感覺一下 故事 有很多發展的可能 這些發展的可能 可以透過我們的想像 或者重新的見到 去運出所有希望的種子 而不是 下下就問 究竟搞完這麼多事情 結果是怎樣 我們記得六四的屠殺 但是我們已經忘記了學運 其實那段時間發生的就是學運 由學運發展到民運 很多很多東西是值得回憶 他們 開始了一場民主運動 我們就持續它 這個是一個美景之志 民民永遠亦會記起 坦克與槍泡水霸氣 不可良情 引人演技 內亡六四 民民永遠亦會記起 要反抗一切不合理 將愛思演言成為好戲 毫亡六四 人民永遠亦會記起 敢於挺身宅懷離 不陰與強決 無危機 無獨簧 無保佬思 人民永遠亦會記起 輝員 祝你